德意空难初步报告出炉 法国检方今天公布了3月24日 造成150人死亡的德意航空坠机事件的初步报告 这架德国之翼客机起飞后半小时 大约在9点27分爬升到11780公尺 驾驶舱录音显示 机师在9点30分左右离开座位前 曾和副机师谈话 大约半分钟后 飞行控制器的高度从11780公尺 被调向到30公尺 9点35分到39分之间 录音档传来6次敲击驾驶舱的声音 以及5次猛力撞击舱门的巨响 几秒后地面迫近警告系统 传出需要爬升的警讯 接着一声撞击后 录音便停止 检方认为副机师Andreas Lobitz蓄意坠机